2023年国际拼联WTT德班挑战赛 结束了正赛第二个比赛日争夺 国平整体表现有喜有忧 混双项目两队 国平组合薛飞 浅天一 林诗栋 宽曼 联赢两场会试决赛 为国平提前锁定混双项目冠军 女单赛场 虽然两小将陈毅和宽曼先后出局 但张蕊 范思琪 浅天一 刘伟山四人 分别击败各自对手后晋级八强 而男单赛场上国平继续低迷表现 首轮比赛过后 国平只有徐英斌和林诗栋两人成功闯关晋级第二轮 结果在第二轮比赛中国平男单再出局一人 徐英斌在与法国名将西蒙高斯的比赛中现赢后输 他先胜一局后连输三局 以一比三不敌对手无缘第三轮 而是青赛男单四冠王林诗栋 则是先输一局后连赢三局一三比一转击败贾维斯 成为男单八强唯一名国平球员 国平男单在本次德班挑战赛上表现不佳 总共六人参加正赛角逐 却只有小将林诗栋一人连闯两关晋级八强 成为国平男单独苗 首轮比赛国平男单就遭遇重创 六人出战由四人遭遇一轮游 学飞两眼珠都是爆冷输给排名100开外的无名小卒而被淘汰 孙文和陈元宇拼尽全力仍输给种子选手阿罗纳和弗朗西斯卡而无缘晋级 只有小将徐英斌和林诗栋击败各自对手后晋级16强 在第二轮比赛中 徐英斌对手是法国名将西蒙高斯 后者曾在世拼赛上击败国平世界冠军许心 具备了相当强实力 第一局比赛徐英斌发挥出色 短暂相持之后逐渐拉开比分并以11比6先胜一局先胜多人 随后比赛徐英斌状态突然掉线 而西蒙高斯则是发挥出了自己应有水平 他以11比3 11比4连赢两局反潮比分 第四局比赛双方争夺激烈 徐英斌有机会没有把握住 最终以8比11再输一局 大比分1比3不低西蒙高斯 无缘南丹八强 成为本次比赛国平南丹第5位出局的球员 国平南丹获胜的只有不到18岁的小将林诗栋 林诗栋在上个月进行的世青赛上大放一彩 他一人独得4个项目冠军 是国平南丹一颗篮篮升起的新星 本次比赛林诗栋身剑三直 目前他已经打进混双决赛 南双也顺利晋级四强 南丹第二轮比赛 林诗栋对阵首轮淘汰了 缺飞的英国选手贾维斯 本场比赛林诗栋状态虽有起伏 但最终还是成功闯关 第一局比赛林诗栋进入状态较慢 前半程一直处于落后 中局阶段林诗栋把比分追至7比7平 贾维斯连得3分拿到局点 林诗栋挽救两个局点后落败 贾维斯以11比9先胜一局先胜夺人 第二局比赛双方开局 依旧打得难解难分 两人你追我敢战至5比5平 林诗栋在相持之后 逐渐发力拉开比分 最终林诗栋以11比7扳回一城 双方前两局战成1比1平 第三局比赛双方争夺更加激烈 两人比分一直咬得很紧 局末林诗栋10比9率先拿到局点 贾维斯顽强扳平比分 林诗栋顶住压力 连得2分以12比10险胜再胜一局 大比分2比1反超 第四局比赛林诗栋士气大振 他开局连续得分迅速拉开比分 落后的贾维斯无力追赶比分 国评在该项目中的独瞄 在南丹其他比赛中 独克兰选手中 穆丹克3比2击败法国选手罗兰德 后者首轮淘汰国评球员两眼珠 非洲一哥阿鲁纳3比2险胜 法国小将F勒布伦 德国华裔名将秋档3比1击败 印度选手马纳夫维卡什塔卡尔 瑞典选手安东卡尔伯格直落三局 以3比0横扫博米尔皮斯特叶 德国汉将弗朗西斯卡直落三局 以3比0大胜中国台北选手黄炎成 而头号种子雨果卡尔德拉诺连营三局 以3比0大胜斯奈希特 强势晋级八强 国评独瞄林士东将会在八进四的比赛中 挑战头号种子雨果卡尔德拉诺 这对林士东来说是个巨大挑战 如果能够获胜 这对林士东的职业生涯产生巨大影响 期待这位国评17岁小将的精彩表现